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逼自己早起 每天晚上十点半睡觉 早上七点起床 醒来后先健身 再开始一天的视频拍摄工作 三十天后 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起来年轻了五岁不止 成功减重二十斤 早起后工作也更高效了 生活重新焕发生机 熬夜消耗的是能量 透支的是健康 我们总以为自己年轻能扛 可是身体器官早在混乱的作息中种下了野患 我们也因为熬夜 整日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生活走向失序 詹姆斯 希特林是一家猎头公司的执行CEO 有一天他心血来潮 决定去问问那些他欣赏的企业高管们是如何安排作息的 他给二十个人发了邮件 有十八个人回复了他 其中起床最晚的人也设置了五点五十七分的闹钟在六点之前起床 当全世界还没有吃上早餐的时候 那些一流的成功人士已经完成多项日常活动 并朝着他们向往的生活迈进了 早起早睡 是摆脱平庸的第一步 二 不计人恩 只计人过 废掉的是你的人脉 道圣和夫曾随父去山里拜访一位高僧 想请他指点迷津 高僧仔细打量了他 说以后让他多说南曼南曼就可以了 南曼南曼是禅语中感谢的意思 后来道圣和夫成为经营之圣 在其字传中写道 本来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成功 但最终我却成功了 这一切源于两个字 谢谢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 而愿则不可不忘 一个人心中有多少恩 命中就有多少贵人 就有多大的福 道圣和夫在创立经营初期 曾半年没有接到订单 公司一度濒临倒闭 机缘巧合下 松下集团给了经营一笔小订单 这笔不起眼的订单 让经营顺利度过了危机 后来 经营越做越大 两年时间坐到行业顶尖 订单源源不断 有一天 松下派人找上门来 询问经营能否接下一笔紧急订单 这次的陶瓷配件要求非常高 此前松下问了多家供应商都遭到拒绝 经营的对接经理正打算回绝 道圣和夫听闻 直接走进招待室一口答应 经理很是不解 这明显是比吃亏的买卖 道圣和夫只说了一句话 没有松下的订单 就没有今天的经营 随后他命人搁置了其他生产线 带领团队加班加点赶工 及时为松下提供了配件 松下集团为表协议 决定与经营深度合作 又让经营更上一层楼 后来 道圣和夫将经营企业与人生的经验总结为六项经济 而其中第四项是 活着就要感谢 世上所有的人脉 始于知人恩 毁于寄人过 年恩一分 情长一寸 我们越是懂得知恩图报 别人就越愿意伸出圆主之手 三 沉溺于乐 拒绝阅读 废掉的是你的认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竞争的加剧 美国贫富差距 阶层分化成为主要矛盾 1995年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个集合全球五百多名精英的会议 讨论如何避免百分之二十的精英与百分之八十的底层人之间的冲突 时任美国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曾提出一个奶头乐的理论 他认为可以给百分之八十的被边缘者一个奶头让他们心安理得安于现状 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个想法 提供发泄性娱乐 比如开放色情产业 游戏 满足大众娱乐 比如肥皂剧 八卦等等各种节目 他说 人一旦沉迷于这种奶头乐中 失去进取心 就会永远被治过在底层 哈佛商学院也表明 熊人喜欢游戏 肥皂剧等消耗性的娱乐 妇人喜欢读书等补充性娱乐 余敏红就有个保持多年的习惯 约作家聊天 他这么做并非为了社交 而是在聊天中讨论各种经典 交流各种观点 从而倒逼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保持一定量的阅读 因为他明白一个人身上的认知枷锁 得由阅读去打开 读人物传记 以人为敬 可建造自己 读历史哲学 可打开思维 提高人的思辨力 四 上班摸鱼 下班躺平 废掉的是你的能力 曾有一位旅行者看到一个正在迁徙的部落 旅行者询问长老 是否因为原来的地方不再适合居住 长老回答恰恰相反 那里太过宜居 会让族人荒废生存的技能 必须定期迁移 逼族人保持学习生存的技能 部落才能保持兴盛 就如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所言 哪怕你不渴望更好的生活 你也要不断提升价值 因为成长是生存的必须 但是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们上班时千方百计地摸鱼 下班时无所顾忌地躺平 混到最后技能生疏了 工作混没了 许多程序员一工作就滑水 有问题就问百度 敲带马的能力日渐退步 搜答案的功夫炉火纯青 很多编辑平时一部看书 二部琢磨文章 写一篇文章 东拼西凑地应付 最后卡在一个尴尬位置 网上怕没本事 往外走没人要 职场上有一个概念苟且红利 做同一份工作 其中会有许多狗且者 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得过且过 但另外一些人却渴望精以求精 最终战胜了狗且者 享受到了红利 书室区就犹如猪圈一样 看似舒服 但这些书室都需要自己买单 一只成年的大闸蟹 一生要退二十多次渴 尽管渴非常坚硬 退渴非常痛苦 但他们为了成长会毫不犹豫地退掉 因为如果他们逃避 这些硬窍就会变成限制自己生长的枷锁 正如商业顾问刘润所说 进化就意味着痛苦 但不进化则意味着死亡 避免自己废掉的最好方式 就是主动与痛苦一次次较量 一步步向上攀登 一次次锤炼自己 抽筋八匹后 你必然会脱胎换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